今天傍晚 气象局解除了轻度台风哈吉贝海上台风警报 不过气象局提醒 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 今明两天 东部东南部地区仍需严防大雨 今年第一个台风哈吉贝持续向北移动 登陆中国广东 气象局傍晚五点半 解除海上台风警报 不过在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之下 东部东南部地区还会出现震雨以及雷雨 台风的云系它虽然不是结构很扎实 但只要有比较强的对流云系移到上空 就会带来明显的强降雨 东南部陆地和南部陆地还是会出现大雨或局部性的豪雨 东部和中部陆地会出现局部性的大雨 台风外围环流影响持续到星期一 周二开始未来几天 将恢复高温的天气 各地还会发生午后雷震雨 至于之后几天 就是从星期二开始的好几天 我们就开始属于比较夏季在西南风影响的天气 如果说太平洋高压在未来向西伸展程度 是涵盖这种上空的话 连周南部都会变成午后震雨的天气 那相对而言到时候温度都会变得比较热 今年第一个台风虽然没有直接触及台湾本岛 不过外围环流带来猛烈降雨 高雄部分地区一度还传出烟水的情况 新唐人眼的电视 陈辉魔台湾台语报导